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在大家关注比赛过程当中的还是依旧希望大家依旧能够多多关注到比赛的本身和参与到比赛本身当中来给大家也会换取更多的实时福利 看CB上个咪咕视频选新一号物上咪咕商城CB衍生的周边产品满100-15专场特惠当中和大家共同的带来更多的活动 点击视频下方的热卖按钮即可进入到购物频道当中一起为新赛季助力和打扣 还是聊到两队之前比赛的一个过往吧 应该说和苏老师前面更早的时间是首先见证了浙江队的比赛 应该说于家豪的表现可以说两场对决当中还是给大家留下比较深的印象 所以今天大家其实一开始还都比较期待 说一千人如果打的话和于家豪的碰撞会是一个怎样的火花 可能会比较受期待 对 但是阿联因为大商归来还是要谨慎使用 尤其今天这场比赛可能会非常的激烈 所以今天从你那儿得到的消息是阿联今天不打 不打 对 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将会用车轮式的方式去围剿于家豪 因为于家豪前两场比赛表现的基本功比较扎实 第一场是经验之作 第二场北京队已经对他有所防备了 所以实际上加上北京队是一个以防守建长的那么一个队伍 所以于家豪要得分不太容易 好歹上双了 今天因为广东队同样在防守上是不遗余力的 而且他肯定是因为没有阿联了 他剩下来的球员不是苏伟啊 包括这个曾凡日啊 都要进行对他进行防守 那么今天对于家豪的防守效果如何 能展现一支冠军队的这种素质 因为上个赛季其实阿联也没有打嘛 他们也是跟各路内线的高手都交手过的 没错 可以说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 已经是率先开打了一些的比赛 当然我们的比赛在这一轮开打的其实也比较早 我们也是共同看一下本轮对阵的情况 已经开打的和未开打的 那么这一轮的比赛我们看在这轮当中 广州将对阵北控的比赛已经是打完了 广州是赢下了胜利 那么天津则是赢下了青岛 这场球有点意外 没错 就是有点被翻盘了是吧 对 因为天津队上来第一场输的比较多 因为他们换了教练了 打外了 那么从整个他们人不错 球员都很年轻 而且是原来留铁人家留的底子也挺好的 只不过就是这个球队投入有限 没错 现在大家都是全华班打的 我是觉得从天津这场球应该说有一个很好的起点了 因为青岛实力是很强的 那么同时开始的即将的两场比赛 其中一场除了咱们这场之外 那另外就是青江对阵山西 以及晚间的时候辽宁和吉林 东北得比之间的较量 那包括还有另外的深圳打索尔肯尼亚 广沙对山东 福建对四川 宁国对同西 以及最后一场首刚打上海 所以说这个京湖之间的对决 同样也是备受关注的 刚才和大家共同也说到了 关注比赛过程当中 可以给大家会带来更多的福利 那么再介绍一个 那就是也希望大家关注比赛同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那么扫描二维码之后 也可以加入到咪咕视频的CB 官方粉丝群里面 趣味的活动精彩分成 更有神秘的好礼 等您来领取 我们刚才也是通过苏老师 简单的介绍 说到了双方上场比赛的情况 更多的时候说到了浙江队 也是共同的再来回顾一下 两队在画面当中 在上轮比赛当中对阵的场景 通过画面一起来回顾一下 高士尔也是一个年轻的东风 身高2米25 在青岛队刘传星去了澳大利亚以后 高士尔获得了非常多的内线机会 所以对年轻球员来讲 你只要做好准备就可以 应该说他前两场比赛打得还不错 他这个防守型的特点 而且在上场比赛当中 其实一开始广东队是建立了优势 当大家都以为说比赛 是不是已经是没了什么悬念的时候 在第二节当中 青岛队给我们展现出了非常顽强的一面 这场比赛对于广东而言 可能做的值得称道的外线很准 对 胡明轩 就是在比赛当中显得非常的坚决 他从拿到了总决赛的FMVP之后 整个人的自信各方面完全不一样 因为广东队确实平常打球比较平均 赵锐 胡明轩 加上老队长周鹏都在 所以你很难看到哪个人好像是除了阿联之外 有哪个人是一个绝对核心 但是因为上赛季的总决赛拿到非常难得的 因为以前他们有一锦链 现在一锦链那年受伤 养伤一年没有打 所以能够拿到冠军 我觉得非常的振奋 所以整个球队 它结构也在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 我们再来短暂的回顾一下另外一场比赛 应该来讲的这场比赛也和苏老师共同解说的 北京队跟浙江 浙江这是两只都很强硬的球队 尤其北京队在雅尼斯的带领底下 风格比较特别 他们更注重防守 进攻上每一个回合要求的比较细 但是因为现在方硕也没打 舒豪还没有归队 所以整个从外线来讲 就刘晓宇一个 刘晓宇非常比较打得不错 上来他得分是最多 但是整体的进攻打的 我们应该最后留下的印象是打的非常的色 没有三分 全场七个三分出手 一个都没进 那个是现代篮球里边比较罕见的一个 所以赛后应该说亚尼斯也遭遇了不少来自球迷和媒体的批评 那么转换到另外一边的浙江队的外线发挥 其实集中在了四个人 但严格来说集中在两个人的身上 主要无钱 一个是无钱的得分 他的三分很准 然后另外一个是板凳上的陈帅旁 因为他在王一博犯规比较多的情况下 应该说挺身而出 在板凳的较量上他是大大胜出 甚至可以说你要去拉开这个比分 跟陈帅鹏是有直接关系的 两支球队在上轮比赛当中都是取得了比赛胜利 最后的胜利 可以说在38轮的比赛里面的前两轮的胜利 如果让他们的今后胜率再有所增加 第三场其实比较重要 而且我记得在上轮打完之后 咱们看了一下对阵宝 没记错的话 30号好像还打一场 还有 所以说这个月两支球队宿命躲不开了 而且现在因为是这样 有五球队还没输过 前面两场都赢的 那么今天这两个队就是其中的 所以必然有一个要输 所以对于今天两队而言 还没开打 可能悬念就比较多了 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说到了一间连不打 那么在面对同样有余嘉豪这个高度的时候 孙老师怎么看 就是他和高士敖之间的区别 余嘉豪是一个在美国历练过的球员 他的见识比高士敖要广得多 他也面临过不同类型的那种 就是外国球员 所以他的比赛经验自信 加上基本功都不错 他是一个进攻型的中锋 就是你看他在进攻的这种 对篮筐的嗅觉上面 基本功和一些要求的 基本的习惯方面都做得不错 这是他的一个优势 他的下盘很扎实 这是一个体重130公斤的中锋 2米21 那么高士敖是一个青岛本土清训系统出来的 他应该说也曾经进过国家青年队 在王熙东那一届 高士敖在整个他的身高的优势上 比如他是2米25 他的臂展我记得也不是太大 跟他的体型相比 和姚主席确实很像 他是2米20几 我记得应该也是身高和臂展一样 差不多 瑜伽豪的臂展是2米26 他跟姚明的身高是一样 比如说在今天球员登场的时候 我们看到情绪还是不错 不知道今天比赛一开始会是什么 高士敖往葛贝尔的方向发展 瑜伽豪往姚明的方向发展 大家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特色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东队 今天的主合顺序 广东是在主场 那么在今天的名单呈现出来的时候 其实从内线选择上 对于广东队又是一个大难题了 因为浙江队确实在瑜伽豪来到之后 弥补了很大的不足 现在一会儿国歌 我们先看一下国歌仪式 斗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歌 好 孙老师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吧 浙江队现在瑜伽豪比较火 但是我们通过前两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还没有完成从外线性球队 向一个内外结合的球队转变的一个过程 最完美的结果还没出现 还没有 现在还是包括上一次看打北京 我们能看得出来 他们还是以外线为主 那瑜伽豪现在是一个牵制加上二次进攻的角色 那么他在外线挡拆完了 后卫给他传球的次数是比较少 也没有制定过任何的让他低位去单吃这么一个任务 但是有一条 他的上场时间非常长 每一场都要三十多分钟 这个是刘维伟指导非常大胆的一个方面 今天是汪梅 吉庆和张桥作为第一和第二负财 刚才苏老师也是说到了 于家豪在比赛场上的上场时间 包括围绕他制定战术的不足 我们说这个不足 其实是相对于于家豪有这个能力的基础 对 我们不知道浙江怎么想的 反正就是说他可能因为太年轻刚打CBA 所以不着急 还是要以原有的优势为基础 就是先把吴钱王一博他们的特点给打出来 就在不弱化的基础上 对 他要保证要赢球 你不能说万一我改的比较多 大家会各自不像他自个儿 就是最拿手的东西不出现 对 吴钱王一博 像王一博他控球他要防守 吴钱是一个超级投手 那么这些如果说因为要去适应这个于家豪的转变 七星人他们的机会等等 有可能会使这个胜率受到影响 所以他还是采取了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 我在减少张大宇的时间 增加于家豪的时间的基础上还是打外线 但是打着打着 从于家豪慢慢适应这个比赛以后 我们再看 所以这个赛季浙江队会比较有意思 他可能是一直在会不断的变化过程当中 而不像广东队啊北京队啊我们知道 他一个赛季打都是打着这一套东西 是吧 毕竟成熟的球队嘛 他都是打他原有去拿手的 那这样一来呢 像接着苏老师的话啊 我觉得是不是于家豪接下来的大部分的时间 得去适应这些后场成员 他要从中要从中 我觉得对他是有好处这样 就是我不给你增加非常大的压力 不要说因为每一次成为一个战术的一个支点 你每次要打很多跟你直接相关的战术 那这样的话万一效率不高 会自我怀疑 对吗 大家也会针对他去进行很多很恐怖的防守 那万一他承受不了会不会自信心受打击呢 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 就是他是个好苗子 但是不能一蹴而就 我们看今天的首发啊 果然出现变化了 他还是打首发了 没错 那之前两场都是张大宇 那这样一来呢 广东队我们看 曾凡日来用阿日来对位 正常就是曾凡日 因为他是阿联之后的第一替补内线的 那苏伟呢 因为年龄大 他上场时间是受控制的 是 他关键时刻上来 那么还有一个啊 就是如果按原来的首发张大宇打 那我排这个叫谁呢 苏伟在后边去直接顶这个于家豪是可以的 是 因为在体重上 苏伟他和经验上他都是占了很大的优势 那既然双方的首发没对上位 就是说他采取的是让曾凡日首发 那边采取的于家豪首发正好错开了嘛 错开的话呢 广东就要打得更快一点 没错 利用速度去拖垮这个于家豪 但是提到速度呢 也得说今天广东队着实是遇到了一个会遇到小挑战 对 就另外一边速度不慢 所以今天呢 对决的一开始可能看点就会比较足 大家对于开局呢 抢开局的决心 我觉得是不是也会更强一些 尽管下午开赛 尽管对于队员来讲呢 可能并不是一个最兴奋的时间点 我们期待下午的比赛会让大家在可能工作之余 会觉得有点困倦之余啊 带来更精神的这种怎么说呢 看点 这小伙子呀 今天任务重 第一次面对未免总冠军队 两位教练 杜峰指导呢 是很有经验 他应该会研究大量的于家豪的特点 是 那么找弱点 就是你的习惯的转身动作 往哪转 你是更习惯 那么我逼着你往另外一侧转 这些都是职业球员要做的准备的东西 是 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今天的比赛对决 好的 比赛开始 绝对优势啊 高度上 是 哇 持球这次啊 先给压迫周旁 要注意进攻时间 过来就十秒了 没错 而且突得太深 你看 加场 没加了啊 啊这就是找你属于呃不熟悉的这种方法 我一加你 你你可能是从来没受过这个待遇 对吧 嗯 而进攻当中呢也是先打周棚这一点 形成一个错位之后啊 你看广东他刻意的 当然他自己本身特色就非常凡啊 曾凡日先给下盘压力 然后这边任俊飞过来做一个夹击 嗯 那上来线就有一个失误 是 那这个失误呢 是浙江队的怎么说呢 叫兽魄型失误啊 不是自己无畏的事 好继续看广东队的进攻 刚才那周棚造成了犯规啊 这次的进攻依旧形成了 洛文博和周棚对抗 吴钱对胡明轩 错位了 好球啊 这个吴钱 这个对不起 这个胡明轩的突破 现在威力真的越来越大 吸引了三个人的注意力 洛文博 跌的也比较紧啊 这个胡明轩这样的球员 就是好球员 嗯 攻 冲锋在前 是 手也是一点都不含糊 没错 两队呢在开场当中 各式一次犯规啊 来的都 比较早 比较 今天吴钱的第一次出手呢 没能命中 先试试手感 嗯 赵锐 赵锐来发起 等了一下啊 真本是 要开的于家豪 每个人都有意识的在对自己一个就是对手进行一个高度的施压 就是我你越高人越说你好我越攻你 于家豪在掩护 好 擒成错位之后直接打 嗯 现在于家豪在这里摸不着球 嗯 非常漂亮的反击 这就是我们说的 你越越用大个子 是吧 我越要快 是 快完了 我都进球了 你还没过前场 嗯 哎呦 刚才 没看到太明显的对抗 我们看看有没有慢动作的回报 卢文博 我们看其实戴着这个 膝盖啊 这个就是很让人 嗯 就本来脸上也有伤 太敏感的位置 是 刘士导也显示出了自己紧张的情绪 这在退防当中发生了什么 我们当时没注意光看周鹏上蓝了 这个镜头也没也没照顾到他后边陆文博过来的 嗯 镜头 有的时候是那种寸劲 嗯 这个包括比如说半月板啊等等 嗯 这个看来是膝盖 内侧的一个伤 我们希望陆文博没太大问题 对 嗯 陆文博对于浙江队的轮换呢 其实非常重要 哇 这上来限制了一个人 一分钟了 一分钟 再继续关注比赛 嗯 诺王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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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 后场呢是变成了 怎么看啊 刘泽伊 承帅鹏 对 包括吴浅 于家豪 和朱九航在篮下 嗯 通了 这个轮转的时候稍微慢了一点 所以对于于家豪来讲 进攻可能要变得更敏锐 对他的跑动 增反射的掩护 对 还是缺少一个中眼头了 所以这个战术会在这一点变得有点难受 在第一角 周鹏 对 这是他们非常惯用的一招 吴浅速度也很快 进攻犯规 持久过来 没有吹 裁判设计继续 朱九航 反应比较快 蓝蓝球 拿到之后 当时吴浅刹车了 裁判就觉得说你不至于这么就倒了 但是我认为吹个进攻犯规没问题 你看 徐杰 对 我觉得这个 他也没有很夸张的倒地 他只是被撞了倒地 那么作为造犯规呢 这是可以的 吴浅刹车了 但是得说就像追尾一样 他刹的反应呢 晚了一点点 毕竟全程高速在冲啊 刘泽依的罚球 一罚没中 在上场比赛当中呢 刘泽依其实出手次数不多啊 只有7次 剃头3中 最终是得到了6分 回来之后呢 徐杰 可以说广东队的轮换啊 进行的也很快啊 他也很早 就不知不觉之间 终于现在徐杰已经完成轮换了 还是上个赛季有意思 上个赛季就五上五下 啊 比较有意思 可以说是一大亮点 但是对于广东队 大家总看的话也会明白 就有点无奈 嗯 他必须得去这么换啊 首先还在场下 这证明这可能不会首先有过大问题 中距离 赵瑞出手短了 面对承转旁 还是从 还是攻中攻 所谓掩护 大鱼家伙 赵瑞鱼感 今天呢 你看那个 是曾凡日攻过他一个 赵瑞突出过他一个 就是他并不因为你站在篮下 你那高度 你的面积 我就 我就不打你 嗯 反而是要在一开始 把你的信心给打掉 是 搭球这一次呢 卓继航可能还得小心 现在这个浙江对这个进攻啊 比较单一 就靠那个 吕家豪拿了两分 是给了前场的 哎 这啊 这球挑战了啊 都知道 哦 用的比较早 这么早 这个挑战 说明对比赛还是比较有信心 嗯 是谁给了杜志导一个信号吗 说你去挑战吧 哦 真实 那这么来呢 干扰之下没拿好球 你见没有 对 无前的右手碰的 但是裁判在那个位置呢 是有可能会觉得 任俊飞没准拨了一下 对 就是干扰你了 嗯 你为了躲 然后呢 无前呢 说他犯规了 就拉了衣服 如果没有犯规 他没有吹犯规 对 那就是球权问题 不可以补吹 对 包美那也是很快给出了结果 挑战成功 慢镜头的回放呢 也是 预示着啊 成功的概率很大 那这样一来 浙江队输了 对 这么一场 关键的比赛 安排的下午哈 会挑战大家 大家因为有的没下班呢 嗯 得摸鱼啊 好 来继续干比赛 广东队的前掌 而这时候呢 也发生了内线流况啊 苏伟上 对 刚才就已经换上来 给周鹏 周鹏 第二次出手打肉 周鹏 新赛季开始以后的状态 非常不错 尤其是在外线 投射方面 稳定性非常高 第一场呢 出现了一点点不稳定啊 但是随后在第二场 有点大心脏 所以很多广东队球迷 也在担心啊 说周鹏的年龄不小了 对 封线其实说 谁能够有一个有效能 替代周鹏的人呢 会有点担心 但是看周鹏的状态 我觉得他还可以 还可以 对 一个是自己的训练 他尤其是夏天的训练 你要保持好状态 是 第二个呢 周鹏 球队对他是有需求的 他的这种不是说经验问题 而是他的这种种类 到现在很难去找 跟他完全一样的 可以从 一防到虎的人 在进攻上他可以去打三和打四 嗯 我 非常遗憾就是19年当时 就是他训练的时候受伤 导致没有去这个世界杯 哎 呃 现在话说的已经是属于马后炮 就是说快三秒 如果 他没有受伤 嗯 中国男人可能 打了奥运会 会比较稳定的赢下其中的对 那场关键比赛 非常关键的比赛 对 的确 但是这个假设 没法假设 他就是受伤 是 好吧继续来关注比赛啊 周江队现在进攻的没打开啊 只有三分 也是由于前面失误造成 赵瑞贴的 嗯 没什么机会啊 或是你出球 是 大中方侧应 高位位置呢 打苏尾 好瞧 顶出来 但是啊 两次失误了 对 而且这次是被周鹏刀掉的 没有没有 一失误我就打反击 是 看看徐杰 机会完全出来了 广东 浙江也是一个反击 速度非常快的 对 是 还是战罚球线 嗯 周鹏的作用啊 直接顶出来 好球啊 没什么机会 到篮架 这会有了 嗯 所以 犯规了 所以像苏尔士说的 能不能在浙江队 和于佳豪的配合上 对 围绕他多一些 今天这个比赛 明显 对 跟上一场完全不同 就不是脱节了 首先 上一场就是不给他球 对 我们后卫自个上 是 呃 这可能也是根据就是北京队的特点来的 储备上 啊 对 然后今天呢 就是 明显的就是几乎每一次都会把球给到 给到这个 于佳豪呢 嗯 也可能跟 广东的防守有关系 就是广东对 你的外线这个防守 这么压迫性的防守 而往往把于佳豪刻意的漏掉 嗯 嗯 那么这样呢 你的球就会进去 进去以后 广东队在里边有一个人等着他 嗯 尽量的去造他失误 但是也被他刚才进球了 是 所以换过来呢 对于浙江队而言 于佳豪更多这样的积极去打 哦 今天这种罚球机会不少 刚才的统计有问题 嗯 他失误两次了 嗯 不是一次 两次都被广东队打反击 嗯 刘文球 不停地反跑 不停地反跑 漂亮 哎 机会出来啊 很轻松反栏 结果很轻松 而且你别看啊 不止他一直在跑 哎 他有两个人 以螺旋状 在那儿跑 那么 防守的时候 要看你换人的基势不基势 是 尤其区得分啊 就是阴线 这球对于吴钱 也是最高待遇 今天吴钱的外线机会并不多 对 苏伟呢 因为看到赵薇已经被过了 嗯 所以上来补这个点 但是因为他个儿太大 是 体重太大了 所以移动上吃亏 是 给了一个围体 因为他的位置不好 嗯 这样一来 对于浙江队得分是一个机会 目前来罚 哇 哎呀 这是拿分的时候 对 这可是全联盟罚球命中率 应该讲 这赛季可能还是最高的 浙江队上场比赛的罚球 我记得没错的话 就罚丢一个 第二罚中 现在上张大宇了 嗯 哎 就说于家豪那个点呢 用的如果再用下去 有可能 造成 广东队接着要来抓你失误 是 他歇会 嗯 一会会回来 对 张大宇一般一场打个十分钟左右 嗯 周旭航 外线机会出来了啊 嗯 之前就说了 嗯 上一场比赛 浙江队的外线也是值得关注 两队命中率呢 浙江队更高一点 在向里 赵瑞 赵瑞 无限的 外线抛八字 进步时间 出手的手型比较好判断 赵好佳 但是赵瑞补篮 对 吴潜 哎 哎 最后选择放掉了啊 说实在啊 这球也就是没投进 吴潜也有点愣 哎 什么情况 基本上这种机会 一场球出不了一两次 对 吴潜自己可能会有点没准内好 周鹏打刘泽伊 刘泽伊呢 打前锋 有时候 有时候会 去替一下内线 嗯 但是呢 他的身高是限制比较大 对 周鹏 两米 05 还是06 他比较高 周鹏这种特色 真的是很难得 非常非常难 就是得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才有可能出现第二个 对 一个他 一个孙岳 嗯 孙岳是一号位上的一个很难得的人 嗯 两米05 是 吴潜 再给赵瑞 杀起来 但是效果可不好 时间 嗯 时间 来不及了 没看时间 嗯 对 他因为这一次进攻呢 实际上跟篮筐一点关系没有 对 时间还在走 他们以为第二次 以为14秒的 二次进攻 错了 所以这个杜志导就觉得职业球员 不应该 打球看表是一个习惯 就至少发球之前得瞅一瞅 对 他应该是一个习惯 瞄一眼表 是 看完周江队的进攻啊 这段时间得分的势头呢 就好了一些 对 黄一博 好球 哎 嗯 吴潜 被盖 假动作 假的 来自于刘泽依的积极性啊 前场篮球 好球 基地过来啊 嗯 和周口 很有理性气 是 反击这个 侯三分 很坚决 哦 朱续航 朱续航俩三分 没错 这个两个三分很关键 很硬 因为吴潜那儿呢 迟迟就打不开 嗯 赵锐 赵锐要还一个 但是这个时候的出手呢 打不进会有一定脸做反应 啊 抢篮板判了张浩佳的犯规 嗯 直接换下 主要刚才呢 有个底角了 三分也没进 也没投进 对 就攻防两端 嗯 都没太发挥到最好做 镜头给到出去旁 刚才回放打进的这一下 嗯 真紧 他这个特点啊 就是一个嗯 小的四号位球员 对 其实哥以前就打三号位 是 现在他 球变得这个速度快嘛 嗯 又回来一个 哇 平了啊 三投三中啊 哈哈 平了 没错 这个手感来了 待会还会把球给他 哎 那广东队的防守 有意思了 任俊飞 好球 进去了 对 老同志啊 有一个人失位了 嗯 拦一下少一个人 是 任俊飞也是很敏感的阅读到这一下 而且张大宇伸手这一下 嗯 作用不太大 任俊飞 改左手了 独风的换一下张浩佳 可能也源于就是对于朱继航的防守 嗯 嗯 拔中之后 广东队暂时还是领先 但是浙江队这段时间的出去行三级外线之后 嗯 分差已经是 最短一次进攻就可以翻平 全场那个瞎机 差一点 大宇 两个人都没呼应到位 哎 这个大点 是 漂亮这次啊 出手呢还是给大家对意想不到 篮下得分的支枪队有了一定的提高 还联防了 任俊飞果断在外界 再来一个 第四次 果然是会给他的 没吹 还给他吹了 广东队也是在 防守当中投入人数进攻当中也投入人数啊 王岐海也上 两队呢换人也是比较针对性的 你上我也上 比较好回来 今天上场时间 切的稍微顺一些啊 我觉得这个是 是适合他的 对 他原来呢安排在第1节的这个时段上 打替补 然后把这个第2节打满 有点累 是是吧 对中锋呢最好能切成三段用 第2发中 浙江队反超 现在呢形成了交替领先局面啊比赛有意思 有点大的反攻了 4 4 面对的是林啸天 4 3 4 4 4 这个球 这快吧 时间差 因为你本身身高上肯定吃大亏的 余家豪估计也没想到 全靠这个快 等于打余家豪这边打了三个球了 这也是快 这是另一种素质 浙江的反击跟广东一样是特别快 强行挤过去不然你获得投篮机会 一步之后外线也是胡明轩标志动作 这就是球星打法 没错 就是制定的球星战术 现在的总命中率和小 那边也是一个球星打法 汪一博 汪一博连打两个 其实闪光点也很足 对 这一开始浙江队没打开 现在打开了以后 两个队这个是比较真实的水平 没错 不应该一打就 就花掉 对 真快 王一博 王一博今年进攻上 新赛季开始 就极为的状态好 是 那天是得20多分 23分 对 也被球迷牺牲 说头部都追不上 对 速度太快了 那么在这次暂停的时间 我们也来看一下球员得分 现在广东队这边周鹏得到5分 任俊平得到5分 剩下的徐杰4分 赵瑞4分和胡敏轩3分 他比较分散 不像这个 浙江队他集中在像朱旭航啊 这三分来的比较早啊 是很准 另外呢 王一博4分 云家豪4分 以及成功率棚2分 当然今天吴钱呢 还没打开啊 对 他其实吴钱 我认为他获得的机会 比在北京那场球要好 嗯 就是说 北京队基本上不给他 有任何的空位机会 嗯 他好几球投出来 那确实神啊 嗯 我记得有一截是三个 是吧 嗯 但是今天手感还没到 是 那机会 我觉得有几次都是出来了 嗯 镜头给到陆文博 怎么样了 应该问题我觉得不会那么太大 对 但是这场能不能回 有点难度我觉得 关键是要搞清楚是什么情况 对 大家通常理解概念就是严重的话 可能得先回更衣室 对 这种 他自己反应就可能上来有点疼吧 嗯 鸣圈 哦 花秒钟给到徐杰 在外线的尝试 这次篮板球 增凡日啊 对 他增凡日呢 你看他就是 完全就是主动的 嗯 去更早的抓住那个点去跳 哎 因为比他差太多 那身高 你看来了 嗯 他没有位置 嗯 就是靠跳 这一下 嗯 挑了一下 嗯 在云家豪的身后拿到篮板球 这球很难 但是啊 你篮板球位置都没有 嗯 好球 哎 分出来 哦 送发日 够硬啊 嗯 云家豪 可能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适 这是成年级别 对 这次犯规呢 应该是给到了成帅鹏 但是跟以前打这间队就完全不一样 对 以前不用担心篮下有这么一个人 嗯 他全部防的就是要防外线的三分根突进来 是 一下 他不存在说我内外线有这么多的传球内外结合 今天真的是把内线作为一个牵制点 是 新赛季呢 曾发日的罚球命中率啊 还不太高 他这个类型的球员就是这样 就是比较强硬 但是往往在防守上有特点的球员 他的进攻的手感会没那么好 活没那么细 嗯 连防了 连防往下刺 坚决在外线第一点出手 篮板球 习惯性的先护球到地 曾凡日来接应给到徐杰 又是一个错位啊 失误了 看看浙江队的反击 三千块攻 三打二 嗯 冲起来 哦 可惜了 瑜伽豪还是没能拿住 徐杰破坏了一下也比较聪明 不是 这是赖俊豪 是吧 嗯 我们看一下啊 赖俊豪更近了 呃 瑜伽豪跑不了那么快 对对 我也想 我说这个速度可以 他太快了 最后呢 应该是徐杰给拨了一下 嗯 球权可能还是浙江队队员 增盘日换下 苏伟再上 两队呢 都是三次失误了 嗯 赖俊豪 林孝天造成了徐杰犯规 原来浙江队他内线就一个 我画面就一个张大宇 张大宇 嗯 然后呢 呃 赖俊豪 朱绪航打四 嗯 刘泽一 刘泽一打四 甚至要打三 然后 没有人用了 嗯 就把这些人顶到内线去 是 比如说刘泽一去打五 是吧 但是撑的时间不会太长 嗯 因为你这个阵容高度太小了 是 所以他这个天花板就是在 差不多前三这个位置 嗯 基本上在CBA排到 打到第三 再往上去就很费劲了 因为辽宁啊 呃 广东啊 他们都是有 有完整的球员的 对 他内线的这种比较成熟 嗯 现在有了于家豪以后 呃 到底能给他带来多大的变化 嗯 我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是 这张队防守啊 全场了 也给你一点压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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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二十四进锅 苏伟 哈哈 哈哈 因为你顾着这头 没顾上那头 哎 哎 所以很坚决了 嗯 打平了 双方又打平了 王一博会不会再做出回应 差一点啊 在篮板球上 广东不吃亏的啊 是 漂亮 这块 给到了胡明轩 哎呀 拿球之后 二次进攻 也符合二非的节奏 广东队他就是靠防守 大反击 抓失误 抓篮板 大反击 回来 联防 嗯 已经不知不觉 拦架空了 没给啊 第一时间 当时是谁出去了 是是 任俊飞出去了 是 然后因为苏伟不在那 就整个一个空了 没人看见 宇嘉豪 好在外线啊 打中 王一博已经是7分 两次突破一次外线 他就是犯规啊 因为防守确实凶 卖命 那犯规会偏多一点 对 浙江这几个 空间一点都不能给 是 你给了 他这个把握大 不得了 古明轩一发中 广东队的轮换 张瑞尚 嗯 永远有一个强力的能吐的一号位 哎 很强壮 是 全场联防 嗯 那不要掩护 嗯 不要掩护 黄一博 给篮下 哎呦 这次啊 给篮下来 嗯 造成失误 苏伟 他有经验 嗯 是吧 这是判断的好 对 你说进攻 你让苏伟要平常拿出点什么 一对一的 他不见得有 但是防守上 他是绝对这么多年了 打的比赛也多 对 再分出来 给投手 黄庆凯 但是苏伟拿到篮本球 上一 嗯 底下的位置 又是和苏伟之间的配合 哎呦 这就要直接出手了 他是利用 是陈帅鹏吧 利用 对 林小天 利用他挤过的一瞬间 嗯 起来投来 嗯 其实并不是个好机会 是 他就是冲着造犯规来的 哎 但这次的博弈呢 取得效果 对 张瑞今天的 第一节啊 数据非常全面 除了我们一会儿啊 发篮球之后再看得分 那目前已经是四个篮板 三次级 嗯 而且常规进攻的四团二中 这是 比较可惜的就是 他们在防浙江队的这个 三分那是光顾着吴钱了 嗯 呃 其实就在那三个三分 对 朱续航 太坚决了 嗯 但是会不会改变的 也不好说啊 吴钱回来 打最后一攻 对 林小天换一下 王欣凯和徐杰也被换下 那直接拿球 嗯 哎 两个人对抗当中 对 打脸上了 少一人啊 现在 赶满 还可以打 嗯 直接不要 看对 看看赵瑞怎么样 应该是 嗯 因为就算耽误了一秒 大概八秒多钟左右呢 还来得及 赵瑞这下呢 应该啊 不会有太大问题 这个胳膊啊 带到了赵瑞 就是小凳子 对 赵瑞这一攻还能打吗 还是要再换一会儿啊 不好说 大家都是国家队队友 嗯 吴钱也过来看看 鼻子上了 这一攻不好说啊 可能得换下 三瓶 嗯 就标类那种 嗯 谁在抬胳膊 两个人还说了一下 吴钱下 就是进攻 没攻城 对 没攻城 那就换上防守肩兵来 还在 接着把林笑天换回来 对 8.4秒 而赵瑞队也熟悉了前场 呃 直接来 全场防 哇 重点人先给你看住 嗯 不让赵瑞接球 嗯 那就胡明轩拿 也做了两个保障 那又怪 刘泽医生 和谁呢 于家豪 嗯 确实 他这个全场 进攻的时候 他大中锋会跟不上 是 过半场 还剩下不到五秒钟 分出来 有 有点难了 王星凯 这个位置 嗯 谈不上准度了 这样一来双方 第一节比赛结束 32比30 双方在第一节呢 只有两分的差距 进攻都打得不错 哎 那么在第一节比赛当中 广东队得分 刚才就说到了 其实大家是比较平均的 得分最高的是 任聚飞 任聚飞的效率 今天确实高啊 四投三中 那另外呢 红皮圈五分 周鹏五分 赵瑞五分 曾凡是四分 徐杰四分 以及苏伟两分 那浙江队最高的 还是出场九分 但是另外的一边呢 王一博 已经是飙升到了七分了 目前三投全中 另外呢 林家豪四分 而林孝天四分 牛泽一三分 程帅鹏得到两分 无前呢 暂时进攻 还是没有打开账户啊 只有一分入战 来看一下 两队的数据对比 蓝球呢 广东队还是取得领先的 12比9 助攻持平 抢断领先一个 失误呢 浙江队多了一个 而三分球得分 今天呢 在第一节浙江队 是保持领先的 而且命中率 也同样是如此 总的命中率上的 广东队领先 百分之79对56啊 但是由于浙江队外先主 他多了俩三分球 对 而且罚球命中率呢 也更高一点 看看第一节所发生的事情 就是刚才那个 吴钱认为 任俊飞 犯规了 辣了他了 今天吴钱确实 没什么出手的好位置 吴鸣权 贡献权 来 共同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二节比赛 三次出手 目前除了得分之外 一次助攻 我们现在第一节出手的时机和机会也不多 也只有三次 第二节开始 两个能控球的也在一块 林轩就等于去打二发位 周鹏来接应 面对周聚航 要利用掩护之后行程打六色一 造参规 还是掩护之后就抓这个错位 那次给的是一个投篮犯规 当时苏伟给他做了个假掩护 然后掩护还没起来就往里头走了 迫使你迅速的要去换人 接下来浙江队就是要想办法让吴钱还得继续投 提高这个就是无球掩护的效率 周老师有没有觉得周鹏这一赛季打球准了点 就不至于像前两个赛季 失误了浙江队第二节一开始 他等着这个 等着这一下其实挺危险的 但是判断有点错了 就等于自己跳的有点早 周旭涵挺危险的 其实胡明轩可能也会判断到 周旭涵会扑着一下 胆子挺大的只能说 你看靠罚球慢慢的比分要拉开 得看罚球命中率 不经念叨 不知道赛季的罚球到最后统计会什么样 上赛季不太高 国家队员的罚球都不太好 所以说刚才问周队好像好了点 第二罚周 这个前场房子 又一个失误 还造成了犯规 王毅博的犯规 你看赵瑞 这些球员好的习惯会相互的传染 你看周鹏就是这样一个贴身房的高手 然后他也不能犯规 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给你增加压力 然后你还不能用右手运球 你只能用左手 王毅博被换下 犯规又两次了 上一回我记得好早就五次了 今天呢还行啊 但是也得稍微控制一下 保镜看 现在彭是追赵瑞 基地给到苏伟之后 后背后再一传 大阪球呢被直接拿到 有这一 广东的退的真快啊 这就是中国现在一个两支 就是最顶尖的球队的较量 因为也就是广东辽宁浙江 现在加一个上海 对 是吧 是可能实力是最强的 广煞 嗯 好长人家没拿分 嗯 已经是一分多钟 你还得算那个第一节后 后边他也没拿分 得两分钟 嗯 林小天来发球 给吴谦 哦 直接撞到了苏伟怀里啊 被苏伟直接刀掉 赵瑞 嗯 扣 嗯 也确实他们应该对吴谦比较熟悉 吴谦我们上次我们讲过他这种急转弯的 对吧 两个人来加他的时候 他会 特意的寻找中间 对 左转 转身以后直接往这个你两个人中间过去 如果你 封的不及时就是犯规 对 啊 但是刚才那个球被判断对了 直接就抢断了 是 你看啊 你看你看 他从两个人中间过去 是 他说呢 广东队有这个脚踢球的 是 给了一踢 当着帮门面 哈哈 通俗 挺夸张啊 周鹏来选 嗯 你想这里面多少个国家队员 是吧 还有就是刚入选的 对 这 快两位是我的 但是 罚球呢 反倒 虎明轩不太准 你没看见吗 这六分 基本上都是罚球罚出来的 除了那一扣 啊 对 对 就是31比30 32比30 然后就不停的在这儿罚球 嗯 就罚球比运动战则得多 嗯 这将得等于一分半钟 没拿分 再加上那个 节末 是 那一段时间 嗯 当然第二节呢 也是源于自己的失误啊 有点多 他就讲 就是说脚踢球 你不判出来 嗯 你还给我们踢 不讲道理 刘志导呢 在帮着吴钱说话 嗯 应该还是会正常继续啊 嗯 大家又有说有笑 小山鹏 有强吃吗 都是假的 给低脚的林晓天 又被徐中方打倒 这低脚的成功率啊 他不如广东队 嗯 这里面还有一个低脚 等着 嗯 这个45度也准啊 王兴凯 这就十分了 是 运动战得到五分之后啊 比赛进入到了第一个暂停 就说刚才就是觉得 一直不拿分 然后不停地在罚球 不是个好事 王兴凯呢 应该说这几个赛季的任务 越来越明确 上场之后 当投手啊 而且广东队的球员 包括浙江队也都是这样 你们外线球员 一个是投篮得过硬 对 第二个你得防守 防守 你不防守 你再投的话 我也不会要你 是 最主要的浙江队在这一截到现在啊 单截 这才几分钟 一分 两分钟四个失误 对 可以换 瑜伽 打打 因为 球呢 内线没有牵制力 外线的压力越来越大 是 他们运球失误太多 你看不见啊 都是被断走 嗯 这段时间应该是刘薇薇指导是挺不满意的 嗯 进攻完全打不开 哎 王一博呢 因为 他把我打 但是他的那个犯规有两侧 不稳定性 对 好 暂停回来比赛继续 看看回来之后浙江队的进攻 而广东队的防守呢 也是啊 先变全场 李小天 嗯 这次传球被识破了啊 局部二打一 自己来了 赵锐 赵锐现在这个防守这一天 哎 断了好几个球 是 这下也危险 哇哇哇 很危险 很危险其实啊 就是王兴凯用力过猛啊 对 但其实已经是浙江队 几乎要造成失误了 对 包括刚才传球那一下啊 赵锐的进攻啊 这是全面了 这一下就拉开了 嗯 十二分了 而且暂停回来之后啊 哎 今天两人交流不少啊 熟 他们在一块国家队的 是 苏绪航 改打内了 篮板 六三一 拿到二四进攻大城 很久了啊 就是有人得分 用了两分半的时间了 在这一局 赵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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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锐再给到赵锐 假的 出起来 单打六三一 篮板呢 苏维刚才跳早了 但是二次进攻赵锐 再回到赵锐手中 不着急 嗯 这个打的时间有点早 但是苏维拿到篮板球 好了 打反击 哎 这张队能不能跑去了 现在广东队那有大中锋在场上 延误了一下 刘在一 他去挑战苏维 嗯 这个身高上七点费 是 苏维冒完之后呢 也就要被换下了 嗯 曾凡事的轮廓 非常不错 对 苏维 打瑜伽豪的时候有过得分 对 现在有冒 还有全球 还有全球 前张板 对 但是他的体能只能撑这么五分钟 哎 然后因为高强度的奔跑 得充电了 就得 出场 再看篮下 又被识别了 王清凯的断球 发动了快攻 徐杰最后出手 哦 这个反击啊 广东几个反击真是漂亮 三线快攻 就 教科书版 嗯 而且他因为是都是断你的球 哎 加击 传纳 哎 发动身位置 其实 哦 好在投进啊 第四个是吧 对 好在投进啊 徐旭航今天把握大 对 成了一个高炮台 平衡率现在80% 哦 这个位置 正管传 直传 C进进的 是 空间非常狭小 徐杰 哎 这个球 被弹出来了 想当然了 嗯 正球 传出去直接被干扰了 但是呢 浙江队其实已经防的不错了啊 还剩下广东队的三秒钟进攻 王一博回来 球导队 嗯 崇晒鹏这一段不太满意 啊 球权是给到折胶 嗯 先下手了 赵瑞总体呢 对 吴钱的限制是成功的 哎 呃 他 不过一次 我记得有一次犯规啊 嗯 然后 大部分时间吴钱都很难受 是 这一段犯规数长得很厉害啊 广东队长得 犯规数长得快 应该是第 全队第四次了 不过浙江队呢 在这一节比赛犯规数上的更快 是更早第四次 问候了一下 说了增盘日 犯在朱俊航的身上 不是一个太好选择啊 朱俊航准 这个投篮 手型啊 各方面都不错 包括心态上 我们经常能够习惯看到朱俊航 其实也有不准的时候 比如说前面四投一中啊 五投一中啊 但第六次 他不会有任何犹豫 当时彪哥也觉得 哎 就是第一眼看到朱俊航的时候 说心态好 他的责任就是拉开这个空间 有机会他就要投 他比别人高好多 是 拒绝 拔球命中率呢 质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他林啸天反归 和赵瑞 林啸天呢 在场上对赵瑞的话 任务也比较简单了 广东队的轮换 这位虎明轩卸了得有五分钟 嗯 上来 正好是技能充沛了 哎 虎明轩 看看车向队 真快 王一博 王一博 还往地上放一下 到篮下 你往地上放一下就没了 来不及了 但本来时间就紧了 王一博 熟悉的位置 这功手转换 对 又十分了 关键吴钱这儿没有 是 这回是徐杰房 又换 换成胡明轩房 他就是 现在对吴钱 几乎是随时随地 都有一个人要去贴他 给了王心凯的犯规 刚才 蓝下的时候 王心凯在场上已经命中两几百下 广东队和浙江队的犯规呢 都 到不思了 两队 风格越来越像了 犯规数来的也都越来越早 7分钟 谁犯规 对方就发球了 7分钟两队十次犯规 这两人 好一块去 是 小失误啊 明轩 时间差的突破 造成刘泽一的犯规 刘泽一的犯规数现在不少了 三番 那没办法 他今天打了很长时间的 对5号位 是 于家豪的上场时间明显比上一场要短了 嗯 不过今天胡明轩的罚球 一直不好 不好 对 50%罚球命中率 胡明轩6中3是吧 7中4 也 也不太高 给全场 先过了半场再说 哎 给目前 我这一过来接应一下 再给对 再给 这就是库里的那个打法 哇 没办法 哎呦又来了 哎呦这下一个他们一票 真坚决啊 应该是给林啸天了吧这次 嗯 哦 王金凯 王金凯 给王金凯 嗯 这篮下抢篮板的时候 拉人的 没让林啸天跳起来 是 四番 嗯 他就是那俩三分球不错 嗯 一把中 好 重新把于家豪 换上来打最后的半截球 是 这样对于于家豪的体能来讲呢 就充沛很多了 对 包括从这个节奏上 这个时候是增凡日在场上 嗯 他应该还是有高度的优势 哎 也进行一个全场的联防 嗯 回来以后换联防吗 回来以后是盯人 哇 很容易犯规 嗯 我 给徐杰做家一 徐杰对不起 要罚球了 嗯 现在动不动就罚球 对 张浩佳这边 这一下的举动的不明智 对 而且浙江队的罚球呢 命中率现在已经是到85左右了 要接近90%了 那还泛在了出去行的身上 这是浙江队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现在最大的谜团就是最后半截球 嗯 吴谦能不能进一个 是吧 就运动战里面 到现在还没进球 就靠罚球得了一分 是 他今天被 这反正每一场比赛他也习惯 嗯 都是对手给他掐的很死 是 两罚全中 不知不觉之间的五分扎去了 嗯 但是你越是这样 越要坚持投 嗯 这个创造条件去投 因为一直不投啊 这个手感就没有了 哟 回线了 广东队的失误 对手感到是 没传接球没传好 打肾上了 是 周鹏被换下 感觉飞上 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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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瑜伽的位置 注意好像从三分 你的注意力都在篮下 这次浙江球 对 很针对 徐杰观察 这个基地的空间比较强 张浩佳没太多板 比较好 篮下的威力现在出来了 赵锐上替徐杰 接着来索无钱贴身 哦呦加击了 又回见 股房回来了 又被试破 所以今天无钱打的应该说在这种高强度的防守底下的选择不太好 失误太多了 是 也犯规吗 那也要罚球了 林孝天的犯规数也要注意 个人犯规数的林孝天也是达到三次的 张浩佳来罚 这个准 发动之后七分球 从前上就开始 好 先把球交出去 然后再换 但是人家还是形影不离天 来 过来挡一个挡完了后边就换他 嗯 啊 球传的票 朱续航的空位 对很舒服 这就是内外结合 对 将来浙江队会以这个打法为主 哎 楼手会更舒服啊 对 因为他里头余嘉豪有威胁 外面无钱有威胁 这两人一挡拆 你不知道去防谁合适 真的受过去堵余嘉豪的时候 朱续航就得便宜了 但是肯定得第一选择先堵里面 好球 好球很耐心啊 最后一攻 冒到了 但是还是打进了 打进了 对 那这段时间开始精彩了啊 对 对攻了 有了中锋以后 整个情况不太一样 对 有战术的选择更多 目前传球被识破了 但是救过来 余嘉豪 漂亮 这反应挺快啊 差点丢了 就是给救过来了 靠自己 下回马枪了 出现失误了 这个广东要暂停一下 嗯 就是要面对这个余嘉豪 攻防两端 对广东的影响 要做一下布置 是 你看他现在 直接冲着余嘉豪去 他不怕你 嗯 你看啊 冒到了这个球刚才 对 换人 没有暂停 好 往上洗鞋来 吴钱在那边 你看 我们先追吴钱 过度过度 对 然后不找吴钱了 掩护 再顺下 朱西航 这空着 没给啊 还是给吴钱了 我是觉得啊 可以耐心点 先到湖顶 对 对吴钱呢 有点急 就是他 因为整场比赛到现在 没有太好的出手 就有三次 第一次开场年纪的嘛 他自己拿了救头 结果没有进 是 还有一次是挡完 头没进 其实真的两次机会都是不错的 嗯 然后他再也拿不到机会了 嗯 那三次出手 长期停留在技术统计上嘛 他心里急 刚才已经加他了 他还往篮下去 这个球如果给朱续航呢 直接就是一三分 嗯 朱续航已经是四个三分了 是 而且 朱续航刚才的位置啊 特别的数 五个了 五个三分了 五个了 八头五中 对 因为广东队没办法 他必须收缩 嗯 要放掉的就是朱续航 是 这人马上要追回来了 哎 差两个牛了啊 这两个队呢 要重新回到同一个起跑线上 是 这一截打平了 嗯 阳误一下 嗯 再传 啊 哎 徐杰 有点难啊 一台天要躲 那个 躲了再拿 其实徐杰就在把握上少了一些 是 挡一下 嗯 这一挡 往后一拆 漂亮 这球漂亮 哎呀 这其实就是余家豪的作用啊 虽然没打进 还真去抢 还能拿到 哎呦 还是肯定啊 不敢犯规 一犯规就是为体 是 嘿 古明轩这个球 第二次进攻 最初还是那个任俊飞 对 高高的举这个手 就等着球浪往手里 对 老同志啊 但是余家豪刚才的作用显出来了 来了 王一博 王一博 前面是有外线打着 嗯 这个球就不要急了 因为 这将对全退回来了 嗯 任俊飞 直接投了 变化的进攻方式 哎呦 倒了啊 黄倒了 哇 很漂亮啊 这次王一博 把张浩佳给 是张浩佳吗 这一下应该 是是是是 是吧 张浩佳给 晃倒了 他后退的时候自己失去了平衡 你看 嗯 没收住 嗯 然后在面对张浩的时候 大成 那我们说吧 王一博这一块 太快 他尤其到 篮下 还有变相 是吧 说的还是防无钱 嗯 其实防的很好了 是 防的无钱的有点急了 哎 主角行在今天已经是 二十一分 嗯 半场得分 这一节双方大平 所以为什么我说无钱不要着急 嗯 你哪怕今天就得了一分 哎 但是你 你你失去的分在野人朱旭航上会体现出来 哎 这就是你吸引防守带来的好多 嗯 余家豪目前的六分四个篮板 可以 今天他 我觉得 不管得多少分 嗯 在战术上 本质上跟原来不一样 这是个战术得分 对 这个没得可惜啊 对 但是他往后这么一跑一切都不一样 他的胳膊是挺长的 嗯 余家豪的臂展就是姚明的嘛 嗯 226 然后战力摸高285 比身高高啊长一点点啊 长了大概五公分左右 他的运动能力不算很突出 对 但是呢 这个球伤看上去很棒 嗯 国际来连规则下呢 是比较受用的 对 哎 urging to 跑多 跳进来 嗯 但是已经扎得很深了 是在后边跺了一手是吧 嗯 其实余家豪还在等着他 嗯 打到头了 赵锐罚球 考验赵锐的罚球中率是 因为前面的广东的队员总体上没那么准 其实你看啊 这个球 这个是陈帅篷吧 嗯 不应该跳 没错 就是有余家豪 你知道吗 当时跳步进去的时候 落地 他已经不能再做动作了 再做动作就是走步 所以当时呢 你就等着他选择 他只能往外穿 他要往上 就是于家豪等着 你去啪一放 于家豪不用跳 张手 我就等着 因为你已经重心下去了 对吧 就等着冒你 所以这时候呢 不光是于家豪适应队友 队友也得适应于家豪存在 尤其在防守当中 以前没有这么一个人的 现在富裕了 其实 没传 哎呦 又是一个这个点啊 虽然没进啊 但是得小心一点 对 任俊飞晃了一下 再给徐杰做空 张浩佳高跑男 进攻端发挥作用了 今年赛季开始以后 第三场是我们看对 王兴凯跟张浩佳的使用率是挺高的 对 原地不能做动作给 还是不习惯 是 就是跟库里是一样的 哈哈哈哈 好球 再传 漂亮传 再转移 时间啊 要注意时间 慢了 嗯 24秒 差点 其实有最好选择啊 就是怎么会犹豫了呢 对 这不是很珍藏的啪啪传过去直接出手吗 没错 徐杰 哦 小变化啊 没使用劲 嗯 传的大了一点 传来不 还加给王毅博来打战胜 没有要掩护 对 周旭航 王毅博这个组织还不错 漂亮啊 就是你看着以为他要往上去给这个瑜伽好 其实他早就瞄准了外线的投手 对 而且周旭航也识别到了 第六个三分了 对 第六个 应中率依旧是过50%的 这是不是半场歌人职业生涯最高了 24分 我记得应该也是 哎 张浩 在面对于家豪的时候再次打中 篮下 回过来 再传 嗯 再传 又是周旭航 周旭航再次护手 第七个 命中了七个外线 哈哈哈哈 哎呀 这是神的 但是没办法 他因为注意力 还是要对吴钱和这个瑜伽好两头 是 现在其实这个时候对朱旭航已经已经 就是你要不能加击这个吴钱 你的每个人都都定人 包括 匀衬一点 对 二次进攻没得了 郑江队还有时间呢 再传来不及了 这样一来 双方的第二节 上半场比赛结束61比58 广东队暂时领先三分 但是 这一节输了一分 输了一分 对 第一节输了两分 第二节一分啊 都在毫厘之间 也为下半场比赛 其实留了非常大悬念 王一博这球是最佳助攻 我们也是等待一下半场的技术统计 应该一会看看技术统计的时候 可能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听头呢 也是再次回放到了 在半场当中发生的一些瞬间 一会儿还有前场 就是半场的集计呢 我们一会儿在 回顾半场比赛的时候 和大家会更多看到 这几次进球呢 是发生在浙江队前面 一开始15天多的那一段 所造成的比赛的一些瞬间 来看看半场得分 在第二节当中呢 29比28 广东队暂时一分 这是一分的优势 半场的统计 两分球得分的34对16 三分得分的15比24 而蓝本球呢 领先只有两个差距 助攻的 浙江领先 浙江进了八个三个 七个来自 都去航 看看三分球的比重啊 三分球有42%的 半场命中率比较高 而且发球命中率90% 浙江队呢 这两点在命中率上 控制的非常不错 好的 欢迎回来 那么在大家关注比赛过程当中 我们在开场里面 和大家也共同的介绍到了 会给大家 在共同见证比赛瞬间的时候呢 会有更多的福利 和大家共同放送出来 看CBA上咪咕视频 也欢迎大家的新 在里面选购新仪的好物 同时呢 上咪咕商城 CBA周边衍生品 满100-15的专场特惠 正在进行当中 那参与的方式呢 就是点击屏幕下方的热卖按钮 即可进入到购物当中 一起为新赛季助力和打扣 孙老师 咱们简单点评一下 半场比赛吧 主题 广东就是防吴钱 他们在吴钱身上不遗余力的 给车轮式的方式去防他一个人 有的时候甚至上家机 迫使你传球 但是呢 于家豪有两次 还是非常成功的 把这个球接到 所以 今天是让我们看到了 整个未来的浙江队 它是一个内外可以结合的 一支球队 而于家豪的成长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虽然在得分上还不显 但是我认为跟前两场比赛 他的角色有本质的变化 这个是今天我对浙江队的这个感受 尤其是朱续航 他在 你的两个人 就两个比较突出的位置上 受到限制 受到这个严密盯防的时候 往往把他给放了 而他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进了七个三分 这个是 有可能啊 我就是猜啊 就有可能他职业生涯半场的最好的得分了 然后 就是从广东来看 广东其实今天 策略是非常 针对性非常强的 我就是 从遏制你两个 尤其是吴钱这种箭头人物 出发 打反击 那么造成了吴钱到现在只得一分 而且他们的反击啊 快攻一共是八次 那么你看浙江队也是打得很快的 他有几次反击呢 两次 说明在整个攻和防这块 广东队很有针对性的限制了 这个就是浙江的特色 当然浙江 这上半场 他最大的突出的还是回到 我们说这个叫 朱旭航这个三分接应点上 嗯 那下半场 他会不会还这么神呢 哎 比如我 我要是加量 我可能还会坚持上半场的这个方式 再坚持一段 不让吴钱得分 哎 不让吴钱得分 你的球还会给到这个朱旭航那 嗯 你能不能保持上半场这个命中率 哎 如果投不中一两个球 你会不会慌 哎 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互相之间的可以啊 这就是堵 如果你因为朱旭航这个投的特别特别准 我专门拍一个人跟着他 那吴钱那必定开花 嗯啊 所以这是一个教练的压注的问题 那现在呢分差比较小 只有三分 哎 对吧 你要是说这个分差大一点 他可以尝试去补一下这个朱旭航 嗯 但是现在呢 就三分 他得坚持原有的一个game plan 这样这个比赛的一个计划啊 而且对于都风来讲 是不是也会算这个账 所以你既然这么准了 我第二节我还能赢你一分 对 可能还能再坚持一下啊 至少在第三节当中 所以第三节整个博弈下来呢 嗯 其实也会有更多的问题 就是如果重心也会侧应的放在朱旭航身上的时候 给到吴钱 因为苏老师刚才也说了 吴钱其实冷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嗯 会不会手感也会受到一些问题 其实也会有疑问 关键是心态 哎 吴钱的这个心态啊 就是上半场第二节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比较急 其实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就是严防死守 可能因为广东的原因 嗯 对里头都是他的 对手都是他的国家队队友 嗯 互相之间极为熟悉 也想要表现我在你面前 你防不住我 是吧 嗯 甚至有时候会比如说胳膊抬起来打在脸上啦等等 脚踢球啦就会去跟裁判去抱怨 嗯 嗯 就某种心态上 我就反映的就是一种心态上的这个 就是有点略为急躁一点 嗯 所以对于双方的下半场人员呢 就是情绪啊 其实不光是浙江队 广东队其实也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 这个波动在无时无刻进行 而且火药本其实也有 但这符合一场精彩比赛当中的一个主题吧 这个火药本在精彩比赛当中是一个 怎么说呢 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必须品 对 尽管是在下午 我们看起来会有一点点稍微疲倦的时间段 比赛里面这火药本依旧存在 也希望大家的关注点啊 依旧能够继续 同时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也依旧在继续 也希望大家关注比赛过程当中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秘古视频的CDA官方粉丝群当中 那么其中呢 趣味性的活动精彩分成更有神秘的好礼 等您来领取 双方的半场比赛呢 只有三分的差距 三分差距在剩下的24分钟的下半场比赛里 其实还会有多种的变化 而且人员也构成也注定了这种变化 会让下半场比赛会有更多的看点 我们也是稍时的休息 稍后呢再共同关注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一会儿见 CBA常规赛第二轮五家球 第五位高士饶 打工诸记都不容易 高士饶太过暴力不讲友谊 二飞惨当背景很生气 别再跟我谈什么防守 能活着 已经是一个奇迹 第四位 王子瑞千月如火 孙明辉飞龙在天 秋冬滋补火关 既是一份礼物 更是一种信念 人在 阵地在 第二位 韩德军 缺少郭大少还有赵继伟和周俊成 无私分享是辽兰的信仰 韩德军是虐筐的大国工匠 东北二人传就是屡试不爽 扣你没商量 是为了最美的荡气回常 第一位 张宁 CUBA的辉煌虽然早已远别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却从未使张宁甘于苟且 大烟游侠 载然内心的狂野 传云神剑烈长空 笑傲 风云诀 欢迎收看CB季节赛 五嘎球 第五球 来看赵锦阳抢断 传给篮西亚三寻老汉 标志性双手灌篮 风轻云淡 宣告王者归来 翘首以盼 连坡未老 尚能失败 第四球 郭浩文虽退出NBA选秀 但进步却有目共睹 突破转身 轻车熟路 送给大王的新人礼物 欢迎来到上海 灰熊名宿 第三球 伊利弗拉提面对李天龙 突然变换节奏 出入内线 隔人战斧批扣 儿子娃娃 锋芒毕露 第二球 七号新兴间的正面对话 金金先发自人 抢断郭浩文 让你付出代价 脚踩烽火轮 滑翔批扣 打成二加一 城王败扣 杀人又租心 第一球 最后七秒 山东落后一分 千军一放 南下刘贯臣突然爆发 抢断突破一条龙 上演扣篮绝杀 野猫欢迎回家 第零球 再顶级的后卫 也无力回天 这球我都喂到了你嘴边 哦 众人皆醉 我独醒 鲨鱼吃肉 他不吃饼 等等 还有副一球 原之道突破 使用绝技 回头望月 不愧国产 拉减 想的有点多 再等等 还有副二球 来看最后四秒 人均为伐篮不中 董汉林捕篮绝杀 没放进去 这一球便看出了 我们与美之篮的差距 这要在NBA 杰亚早就跑到了三分线外 毫不犹豫 给你来看 我说 胡子 然后再做 我说 你这人 是什么事 你还可以 这人 你还可以 我说 你还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各位依旧在咪咕视频和中国移动摩百合 来关注到CBA比赛第三轮的对战 那么这场呢 广东和浙江之间的对决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 上半场的三分的差距 依旧是苏群老师和江帆 为大家共同带来本场比赛的赛事评书 好的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 广东下半场也是要对三分球 要讲一点效率 他们上半场是五中四有点低 可以说远低于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迷走率 哦 右手王一博吗 对 那 三分 范规书呢 对于他个人而言啊 会是一个敏感数字 线上苏伟 不能太多了 高位来接球 给洪明轩的掩护直接来了 漂亮 巨型打法 就是我说他这个利用苏伟的大面积的这种掩护 嗯 呃 直接获得一个机会 而且王一博不敢像刚才那样那么猛的去追了 没错 这就是刚才说的啊 犯规的一点小代价 因为挤过的时候啊 是挺容易犯规的 是 咱们球被拿到二次进攻 这次刘泽伊占得了优势 他这个刘泽伊就打四了 现在刘泽伊又打四了 多功能的内线 哎 造成了 第四个范规 这么快 一分钟两个范规 哎呦 这个确实比较麻烦啊 就是比想象中的严重啊 他当时看他膝盖呢 他第一时间是没着地 没有跟谁去接触 但是他可能自己用力的时候一个寸劲 呃最关键就是说比如说 大腿的这个膝盖内侧 嗯 他有一些肌肩这个韧带 韧带对 挺可怕的 就这种伤病的 嗯 有的时候无对抗 反倒比有对抗的时候来得更辛苦 上次是谁有一个硬伤是吧 撞着大腿伤 一会就没事了 呃 王庆明 啊对 王庆明撞着 撞着招 对 也是和苏老师说的那种 硬伤 当场是不打的 但是并没有那么严重 对 你像这个啊 你有可能就是浙江队为了保险起见 赶紧去医院 要去做一下这个先X光照 对 有可能直接做核辞 嗯 啊 因为你先判断是什么什么问题 对 结构性和非结构性 嗯 继续看比赛 王毅伯呢现在四次犯规 但是 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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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任俊飞这个有点可惜 嗯 怕他一传传出快攻来 是 有点战术犯规的意思 对 哎这个 就是他的手 手感不柔和是肯定的 嗯 肯定气死了 哈哈 这么好机会 还是四文九扎具啊 吴贤来持球 和瑜伽豪实践的掩护啊 但是没能形成这个错位 出去好 出去好 哈哈哈 有防备了 有了啊 再给吴贤 来机会了 换成了王毅伯的外线 但是王毅伯的出手 可能对于广东来讲说 还还能接受点 四文很好的卡住了位置 没让瑜伽豪抢的这个篮板球 是 有球传的 对 先踢了 前掌 瑜伽豪体能还是可以的 嗯 看上去 能够胜任浙江队的快节奏 对 你现在这个大中锋如果跑不起来 那基本上教练就不敢用了 对 所以浙江队呢 在外援到位之后呢 就是尤伦多 和瑜伽豪这两个人轮着来打呢 就很富裕了 对 就是小外援的选择 对 就这时候大小之间的配合 可能性变得更多 赵锐 好球 再突起来 漂亮啊 赵锐 他们这三个后卫都能突 是 赵锐呢 就是篮下突击能力是可能最强的 帽了吧 哎 我现在传个球 这丢了啊 但是直接形成快攻了 苏伟这球 嗯 这快进了 哈哈 但是他那快下的意识 还是 哎 给徐杰的一个犯规 裁判的先示意啊 说徐杰往前推了一下 这个球好像被冒了 冒了 而且冒完立刻下快攻 是 还得吗 意识不错 全场了 对于体能的考验比较足啊 啊 让陈帅鹏来控球 嗯 王一博坏的 嗯 转鹏 哎呦 又一个失误啊 这个是不能犯规的 换成了张浩佳的快攻 啊 今天广东的快攻是打的好 嗯 嗯 上面上8个 现在10个了 是 是吧 就光这一向 就是20分 嗯 而且这个10个快攻呢 嗯 只要打成 基本就打尽了 对 对 我说的10个是打中的 对 但是快攻数量呢 其实 对 刚才那是赖俊豪 赖俊豪拉开 对 失误之后的快攻 嗯 成功率都很高 四投三中 应该说这一截 大家的命中率呢 都还行 浙江队还可以啊 就是失误数稍微多了一点 早上犯规 对 这一下啊 浙江队的犯规数 长得非常快 因为 之前王一博又两次 两次 是吧 第三次就是 我们再来看传球这一瞬间 没拧过来 对 而且也是跳起来再给 有点来不及了啊 这球正好家如果第一时间不选择快攻的话 嗯 都知道啊 教练把他换去了 上 林向天 嗯 嗯 赵瑞也下 场上控球谁来控呢 加击 嗯 但是呢 薛杰身体比较 怎么说呢 瘦小是可以来钻过去 那就无钱打一 嗯 是吧 嗯 嗯 林轩也想钻进去 哎 四个犯规 嗯 长得太快 冰夏天 还要为他这个付出代价 嗯 浙江队呢三范球员又三名了 嗯 就比较多的啊 就都在零件点上 嗯 好球啊 啊 苏伟这两次 你看 弥补了刚才冲篮不进 哈哈哈 将功赎罪了 嗯 六加四加三 三个盖帽 浮钱 转移球 速度就不够快了 嗯 哇 嗯 这球难了啊 对 对被直接罩住了 哎 赖军他揪了 徐杰控制的比较好 四线快攻 哎呦 这是撞到张后夹了吗 撞 对对对 球出戒球 对 哇 这装自己人身上 嗯 这好在没受伤 嘿 哈哈哈 哎呀 我想看杜士道的镜头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也十分了呢 嗯 就是不知不觉 就几个失误啊 嗯 三个失误啊 然后几个快攻一打 不是就拉开了 拿着好 拿着好 我们先贴着 嗯 啊掩护犯规 不是 对 撅屁股直接 就要掩护犯规 撅屁股了 哈哈哈 那那这个就明显了 十球移动打开 哈哈 王一博的两个犯规挺伤的 嗯 就一下子全乱了 本来他打一的时候 整个这个 重点啊 就是一个外线也 受益他的传球 第二个 他的速度很快 突破会上到二 都能够替吴钱减压 对 这么一来让吴钱直接拿球 人家从头防到尾 没错 如果王一博还是两次犯规的话 嗯 不一样 徐杰 已经傅爱过来了 没把头发 张浩佳 这个赛季有意让张浩佳 在更多位置 就尝试这种眼头 就是高爆台 今天是 他有两个 嗯 王星他有两个 然后呢 胡明轩两个 周鹏的命中一个 要说这个 刘泽伊 防守范围已经很大了 他从底角一直防到这个 上面45度 是 张浩佳是怎么说 他出手习惯和其他人不一样 就是很快 就没做什么怎么准备 架着炮直接就扔 这一截十分球出来了 命中率在后面的浙江队走低了 还是跟犯规有关 嗯 就是你明明知道 他那个胡明轩 控球能力特别强 而且 嗯 你要限制他挺不容易 所以就加 加劲 对 而且第一次犯规了 接下来还是不 不收劲 嗯 那么 没办法了 就是浙江队在前面的进攻 就是防守呢 的确也很强悍 但是在第二节能够 缩进比分的关键 还是在于进攻 对 就是进攻 然后不失误 他主要广东队呢 就是这种防守 他们是 这么多年都是已经 形成了一种传统 嗯 你谁厉害 我对你就是严防死守 抓失误 今天赵瑞是挺 这个数据太全面了 非常全面 嗯 五个篮板 五个助攻 还有四个抢断 嗯 得分也上双 关键无钱还没进球呢 嗯 有时候会挤 刚才那个投篮也挤 是吧 他就先把他打开 但是库里有时候也会 挤 九中一啊 嗯 但是你得 你得要耐心 因为 你看上次勇士赢这个胡人 嗯 库里也得分不多 对 被锁的八中二来三分球 是 但是他身边的人都受益啊 嗯 由不及 那那一下差距要拉开 是 这有可能15分上下了啊 哇 张家 哎 这个做了个变化 做了个变化 嗯 嗯啊 你知道你要防我了 我已经进了俩了 对 张家呢 有投射就让他的进攻手段会变得更多啊 他的持球也还行 对 这个浙江队呢 板凳还是有点短 嗯 用到林孝天那儿就用不下去了 就是吧 甚至也体现在锋县上 基本上就到这儿 你要说锋县上就刘泽毅跟朱续航 对吧 刘泽毅又不投三分的 对 主要是朱续航是拉开的 嗯 他也做了很多的配置搭配 你比如说 让于 呃 于家豪跟刘泽毅打5和4 是 让刘泽毅和朱续航打5和4 嗯 让赖俊豪和这个 就各种搭配 是 但是 你知道他们都是角色球员 就是攻坚得分能力没那么强 呃 封献呢 在之前能够得到有效弥补呢 是男子伯格在的时候 嗯 对 累死了 目前整个CBA可能跑多的距离最长 哈哈 是 基地过来 林小天 再败去 嗯 那就 15分了 在第三节呢 浙江队遇到了很多难题啊 他就主要出现在进攻上 嗯 曾凡日啊 暂停 刚暂停过啊 17分 是 这两个队呢实际上不是这差距 对 最后打到要20分去呢 是跟犯规有关系 没错 可以考虑把于家豪派上来 哎 你留着也没有 你坐底下干嘛 是 无论是对于胜负还有想法或者说更多战术意图 这两个意图都可以让于家豪上 因为广东队这种多点得分 嗯 分享传球的这种习惯 嗯 一直很好 对 这浙江队还是要在目前的比赛当中把进攻先打开 对 于家豪上 是吧 他上来以后呢 至少在作战的形态上有一点变化 对 而不是一直用两个蓝领内线在那边 呃 防守是挺卖力的啊 就像刘泽伊他们 但是他 没有战术意义 哎 他跟内线跟外线之间没有战术意义 出钱 对 来了 哇 这个有点急了哈 真有点急了哈 是 出来呀 对 朱续航 嗯 还是坚决出手 这也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啊 对 任俊飞 时间差 十九分了 嗯 这个浙江队这一截没怎么拿份呢 对 好像只中了两个 对 外线枪头 对 不太冷静 越来越简单了 嗯 犯规了没趣啊 这浙江队完全可以把进攻节奏也打的慢一点 你看他现在昏迷圈开始控节奏 是 林孝天 死缠 我又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哈哈 不知道浙江队能不能利用好这一次的 对 对 进攻优势啊 哈哈哈 哈哈哈 说你干嘛 哈哈哈 因为俩人关系非同一般 嗯 越是这样越严厉 对 他是 杜丰从新疆带出来的 嗯 所以格外严厉 就是 真是从小带大 对 从新疆训练营里头带出来 对 赵瑞来前置 这时候 吴钱的选择很重要 你好 进攻犯规 也还了一个 也是被缠的不行了 嗯 嗯 今天 上一次是赵瑞打了他一下 嗯 哈哈哈 哦对赵瑞被打两次 被打两次 被打两次 一次是 对 被应该是右比 山柄嘛 对 右手 右胳膊玩一抬 19分 这个分差有点大 呦 嗯 挑战这个于家豪的高度 就是广东队进攻已经是信息完全足了 对 目前 终于进了 也挺难 啊 第三节5分05秒 对 进动战得分 第一个球 哎不是是吗 前面已经 他好像有罚球 我记得好像是 哦 对好像有个罚球 罚了三个球 罚了三个球 四罚中三 第一个运动战 嗯 目前的5分 啊 希望那个球呢能给吴钱带来点感觉 对 后撤步 嗯 拉开 然后躲开人的风感 镜头给的短了一点 其实挺想看打进之后后面的表情变化 嗯 赵瑞换下 车轮战 反复的用 胡明轩 赵瑞跟徐杰三个人去产 赵瑞也四番 王一博回来 王一博回来 但是王一博也四番 每一次的攻防选择都比较准 好来了 打着王 有没有夹击啊 哎呀可惜 哎 造成了犯规了啊 这无论是不是投篮犯规都要发球了 这犯规肯定是投篮 因为他投篮当中发生的 嗯 哦 就已经满了这个犯规了 对 已经五次了 对 所以就是 大家都在这个防守上 不遗余力 用曾凡日去限制 嗯 增加了高度 换下了张浩佳 哎 哎 一罚不中 刘志导下面场到现在好像一直都是这个表情 因为他有点就是力不从心的感觉 就是上一次十分还能追回来 嗯 这一次有点追不回来 哎 看看这次那个谁呢 王一博上场以后在进攻的梳理上是否可以变得更好一些 但是还是这个问题 嗯 他防胡明轩非得用王一博去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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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打成赖鹏啊 嗯 王一博 好球 你看 这个是真是今天看够了啊 就所以还是要在进攻端打开啊 宇家豪呢 今天某种程度上啊 就任务会很重 就是你在进攻端 哎 这是防守端直接破使的任俊飞选择变化 要换个人 没准任俊飞往里再走一下啊 你看 再顺 很扎实 对 关键是这个 曾凡日 曾凡日的这个判断 嗯 而且他确实是高 对 就往高处传 传完了 往他掉的时候 你够不着了 哎 还是进攻端 所以每一个进攻的 其实浙江队打好了 是可以有针对性的 现在苏伟来防了 掩护 但掩护之后再一瞬呢 苏伟的脚步 加掩护走了 又加击 好 出球怎么选择 哎 这次给了外线啊 你看一到出手弹框的时候啊 那两个人紧紧的挤着 就爬着不让他动 不让他跳 对 这样一来只有一个落点 底角 篮板收住 打反击就是四个人的身上 是 好的 朱九航再 直接被盖 直接被盖 冒掉了 嗯 好像是刚收手给直接 对 按丢了啊 战术犯规 但是也要拔球那样 这个没意义 战术犯规 后面好像瑜伽好那等着呢 嗯 对吧 有点习惯性的身上 嗯 还是还是没注意那个 没注意这个叫犯规总数 嗯 四个失误呢 也体现出目前今天的情绪上 小博董 因为他呢 失误的点都在这个 三分湖顶那 嗯 就是一旦丢球 直接就是一个反击两分 对 离 广东对篮筐最近的 对 他今天还挺不容易 对 这个 罚球依旧是 两花一种 应该那个罚球啊 丢了不少 确实快 这个王毅博 嗯 怎么又快又稳呢 嗯 也罚球 这个可以 胡明轩的 犯规数 应该是四次了 这也是一个需要控制的数量 也要换下去了 嗯 赵瑞也四次了 嗯 那 那 有可能还不换 嗯 对吧 就看 杜峰的选择 所以也问苏老师一个问题 也替广东球迷问一个吧 嗯 您觉得目前三后卫的广东队 对于广东来讲够吗 够 他可以再加一个 他后边会有这个 汤杰吗 威姆斯 嗯 嗯 就是他自己的人 这三个人的功能是够了 嗯 这威姆斯可能再来呢 还需要点时间啊 就比其他外 对 稍微晚一点点 今年对于 现在不知道这个马上什么情况 对 这也是我想说的 他也是跟剑断过的 嗯 就是恢复好的话 怎么也得是明年期 对 所以广东队接下来的第二个万元 以及会不会再储备一个那千万元 嗯 开联防了 哎 怎么破联防啊 我们先来溜啊 好啊 黄西凯来溜 到篮下 哎 经典破眼光 是 就说 呃 宝东队 他们在那个溜底线这块的 这个 布置 嗯 就是平常练到的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人 哎 在那边溜 溜完了 肯定是有好处的 嗯 篮板 嘿 这球好像是徐杰打到了 嗯 哎 不是 出界球是吧 对 还是前场 不太说话了 李小天 背帽了 还是经验问题 周鹏判断的到位了 他没有那个徐杰这么快 哎 徐杰他敢冲着人上 嗯 是因为徐杰上篮的那个时机 会让你觉得 对 总会有点仓促啊 防起来 中距离 哇 王一博啊 这要是少了两个犯规 一直在场上呆着就不一样 会好很多啊 这也上身体 嗯 嗯 王岐凯 周鹏 哇 三人假期 转移球 徐杰盾了一下 利用素贵的掩护 要做出决断了 王岐凯 没别的选择了 哦 这个偏了 赶紧出手 嗯 开工这一下机会没了 林小天 好球 转到了瑜伽豪造成犯规 嗯 勇于顺下啊 这是瑜伽豪接下来应该做的 缩尾的犯规 已经是准两双数据了 好球 好球 如果能够在这一分钟把球比分追到十分以内 哎呦 第四节 一分钟啊 对 不是现在罚进就十三分啊 对吧 两个回合 对 哦没罚进 但是篮板球 嗯 哎这不好弄了 哎这不好弄了 嗯 还是联防 来来来看他们有没有人留底线 哇 徐杰直接来 篮板球拿到 浙江队也有开工机会啊 时间 他要抢一个回合 诺诺棚 好球 王一博 哎 没头但是比较聪明的选择 徐杰有点 这个不好 刚才呢谁 杜峰啊 他在说他的防守 嗯 你回头自己去看一下回望 你是怎么防的 我估计对他有一点干扰 哈哈 就是交往过正了嘛 哈哈 风险的又在轮换 王一博的罚球 王一博今天 得分的也不低啊 十三分 七次助攻 而且他的上场时间呢 是因为犯规的原因吧 也切碎了一些 二十三分钟 打中 十二分球 内线轮换了 嗯 坐一下 和二十之间 确实广东队内线 吃紧啊 能拿冠军是挺不容易的 是吧 对去年的总决赛 对 琳璇 八秒 再给王兴台 哎呦 今天这两个 一个王兴台 一个账号家 作为定点 投手 任务完成的非常好 没错 给了他很大压力 那他这个助续航上半场 神奇的三分 到这时候都没有 对 破坏了一下 进攻时间的压缩到八秒 想要弄一个三分机会 嗯 又不能打冲锋了 嗯 林小天 好球 嗯 呃 广东队 时间不够了 十三分 分差呢 在这一节拉开的 这一节单节 十分球的差距 这一节的单节比分的28比18 应该说浙江队的得分 在这一节出现了问题 还是源于犯规 呃 人员的变化 进攻的单一 导致后面的失误啊 一连串 让浙江队的得分的在第三节 受到了比较大限 我们来共同看一下第三节比赛结束之后 带来的技术统计 那么今天呢 在刚才 今节目的一开始啊 也和大家介绍的时候呢 另外的比赛也在进行新疆和山西 哦 那边更快 差了11分了 嗯 快结束了 不大一分钟 来看一下这边 在三分球的命中率上呢 广东队领先的幅度7% 回来一点 嗯 总的命中率呢 60对48 但是罚球上呢 还是浙江领先 广东队平均一截 四个快攻得手 这一截又是四个 是 上半场八个 嗯 哎 关键球员是 这么盘是吧 这一截要凭关键球员呢 其实不少 对 主要还是在外线 嗯 嗯 今天广东队主题就是 这三个后卫轮流着 嗯 去限制无前 是 啊同时 打反击 那么在打反击的过程当中 嗯 像任俊飞啊 像 这个苏伟啊 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嗯 曾凡日和于家豪的 对比 嗯 这俩不是一类型 对 加油 红月 冰雪 我冠大印 有同一人 加油 今天上场时间没那么长 对 还行 23分钟左右 到目前 他最后一截了 嗯 一一一要打满了 就是35分钟了 哈哈 应该不会 会吗 中间顶多就是用 两分钟 刘泽一剃他一下 嗯两三分钟 林小天 哎传好 嗯 一秒 因为陆文博的影响啊 林小天今天出场时间就树定多了 被骂了 嗯 赵瑞 给他抽棚 掐他防守了 他们就是除了王一博和如前之外 嗯 外线球员的就是单兵攻坚能力啊 相比过一点 是 同距离 防守是都差不多啊 嗯 好球 第一时间出球 之后啊 看看晴晨房的上篮 可惜了啊 这种快攻啊 所以不是所有的快攻都能进的 哎 有时候三打一个进不了 嗯 赵瑞拿到篮板 反归了 还是前上球 第一时间出球先给徐杰来稳一下 嗯 再给回到徐杰 两时间配合 球没穿好 哎呀丢了 嗯 看看有没有快攻机会 能不能抓失误得分啊 哇 哎呀 你看到 嗯 他头丢俩了吧 对 刚才一个快攻也没去 就最后这一下啊 嗯 多可惜啊 那不然现在回 这个四分一来是吧 回九分了 嗯 广东没准暂停了 哎呦 还不专心 暂停了 注意力啊 嗯 打身后了 人家飞 今天凭借这样的机会 已经得到16分 23 连防 嗯 底角呢 周棚啊 确实 好长 嗯 就阻断你破连防给底角这一下 好 提前派上无钱 哎 这十分钟就不会下了 嗯 除非后面大势已去 嗯 重赛棚 这应该也是浙江队最后的尝试 哎 突篮下 三个该进的球没进 两名球员三次快攻 嗯 陈俊飞 没停啊 直接 顺着往前突了啊 好球 浙江队这次传的漂亮 看无钱 你看无钱怎么中间 哎呦 哎呦 三个快攻都没进 没错 哇 哇 反而这个 嗯 那这边快攻效率更高一些 哎 来一回 又是七分了 哇 你说丢了这四个球八分没了 没错 都是必进之球 哎 包括刚才补篮那一下 其实机会也非常好啊 我们再看 目前先突起来 补篮这次周久航可惜 太快 嗯 王一博传球传的不错 是 就他的遗传 对 他平常突破分球分的也好 对 关键就是今天广东队用防守 让浙江队想打的东西没打出来 哎 那一个是无钱的这个是固定套路 没打出来 第二个就是 嗯 改变了以后 让余家豪参与到这种 进攻 内外结合的进攻当中 嗯 嗯 没有一直 就是 持续的去 去使用 是 因为这一招基本上还是不错 但是有 出现了两次失误吧 嗯 那总体而言 他是有威胁的 就是广东队拿这个 办法不太多 是 是 这种啊 单兵 个人挑战的 球太多 成功率不高 嗯 就是今天啊 就是反映出来 浙江队的外线的那些平常得分手 跟那一般的队打他都没问题 但是到了 这个级别 哎 有些急躁 嗯 苏伟跟他等着 嗯 好半年没有 办法不多 朱旭航 再做成 哎呦 3加1 看看这加1能不能加成啊 这已经30分了 对 啊 这已经30分了 朱旭航这点确实 8个3分 嗯 31分 嗯 13中8 哎 这个 都是外线啊 啊 那个有可能 有可能要职业生涯了 是吧 嗯 职业生涯新高了 看看今天朱旭航能进几个三分球 嗯 全队啊 他进了8个 哎 然后剩下一个进9 但赵瑞还了一个 一下子呢 局面又稳的一下 对 哎呦 假的 假的 嗯 打苏伟 但是苏伟也更老道啊 你发现没有 今天这场比赛广东队的准备非常充分 是 他们每一个内线球员 无论是曾凡日啊 苏伟啊 对于佳豪好像跟他打了多少年球似的 哎 非常熟悉他的一些习惯 不像是刚见面 对 对 无钱 差球 不扣这次啊 嗯 意识非常好 嗯 准备让曾凡日来形成队位 哎 打球线 哎 帽了 老公能不能打出来 三线啊 三打三 嗯 造成犯规 要发球 任俊飞的 犯规数呢 也是四犯 这将对 你看 就这波球员 嗯 一直是没有这么好的一个中锋 跟他们配 所以把他们的外线的一些 武艺练到极致 嗯 是吧 但凡有一个这个中锋 早一点会跟他们一起成长呢 他可能不会这么依赖外线的这些 头三分啊 嗯 那以后所以这将对他那个打法会丰富很多 一个中锋 可以改变一半的这种套路 嗯 你把内线跟外线结合起来去设计战术的时候 他的威力是很厉害的 是 拔中之后啊 分差其实也没那么大啊 12分 浙江队呢 其实还是有机会 回来也连防 嗯 嗯 自己来了 你看没有 篮个球啊 就有好处啊 六底线就有好处 对 周鹏 篮板拿到 又是王一博的遗传 看看有没有没有 二打三人输不够 对 哎呀 默契度啊 想当然了 对 说往那一抛你一接 就是扣篮 就很简单可以啊 犯规了 嗯 浙江队丧失了一个进一步追进分差的机会 被广东抓到 总而言之 那大家也能看出来 就是 无论是 说你就是王一博啊 还是像成帅鹏啊 他们跟这个 吴钱 队里的老大 吴钱他跟余嘉豪之间的默契是严重不够的 对 就是你可能平常练也练了一些 但是到关键时刻就会出失误 嗯 还没 才第三场球啊 是 是吧 远远没有到那种说株连闭合的一种状态 对 但是他们大家应该 逐渐的认识到这个余嘉豪的价值吧 嗯 而且这赛季对于浙江队好的一点在于 嗯 就中间的 嗯 每个阶段休息的时间是比较长 对 他可以练 对 这个封闭一练一回来不好说 嗯 他说余嘉队 人名单不知道谁 这个比如说吴钱会不会进 浙江队 就即使吴钱 就是吴钱我们假定也在 但其实浙江队的大构架可能还会比较稳定 还都能参与训练 哎呦 赵瑞午饭了啊 哈哈哈哈 这是个隐患啊 因为现在分差没那么大啊 黄一博 哦呦 加冬魂 给了个 加布 两位裁判 前导裁判被人挡住看不见 还是前场 五色犯规 要稳一下 五色犯规 还是不熟 对 就顾不上看表 嗯 跟中锋啊配的不熟 今天的浙江队的失误数十八四 这有点多 黄金凯 中距离 时间还有 看吴钱的选择呢 好球 到底要大家放啊 这很罕见啊 王一博很重要啊 这很罕见 广东队一般退防不会这样 对 结果漏人了 十八分 七次主攻 接着连防 王一博在的时候的重要性是不言而语的 周鹏 没能还成啊 周鹏有两次这个中距离投了 没有投进 浙江队的机会来了 但是啊 总差那么一点 快攻效率跟广东是没法比 对 徐杰很耐心 再给周鹏 周鹏能不能 自我救赎了 嗯 重新回到十四 一两个回合之间的事 对 就把握住了之后呢 局面就又一样了 你也多可惜啊 这个快攻丢了 好几个 没进 至少四个没进 对 四五个 王一博 又丢了 累了 这样一来 对 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有一些办法 势头仿佛到了 刚才追那边 就眨眼之间 嗯 这一节呢又是四个失误 周鹏 徐杰 自己的抛头打成 十六分了 从马上到个位数啊 又回到了十六分 嗯 打眼后 今天 他们俩之间配合 是 周旭航 冲抢一个 嗯 自己再拿 再给五钱 还是继续看外景啊 就孤注一掷了 有点早 嗯 按不就班的 哎 这给的位置啊 哈哈哈哈 拉眼睛 拉眼睛 这个评价啊 哎呀 肚子导说 哎呀 不看了 我不看了 换人了 嗯 纵犯日换下 张浩再上来试试 嗯 呃 也是一个车轮战 因为郁家豪的体能呢 其实在第四节这个时候 会慢慢往下 哎 咬位了啊 你看啊 因为到现在为止 没有给过一个 哎 打身后 哎呦 没有使上劲 再来第二次进攻 还是没能打军啊 呃 广东队的办法就是你拿球的时候啊 或者要拿 要球的时候 都是在你身边挤着 是 呃 不让你跳起来 嗯 这一攻呢 要稍微本一下 红明轩 自己来 呦 哦 任俊飞 任俊飞光靠 呦可惜了哈 嗯 他靠这个二次进攻都得不少分 小十分 拿到手了 捕篮 哎 这下手很巧 传球这次呢 差一点微断 快速过半场 控制一下节奏 嗯 打成功率 是 要盲目的打 盲目的乱打呢 篮本球 浙江他就会打反击 嗯 周鹏 骗了一下 刘泽一的反规 时间在流逝 对 慢慢的就会显得有点 现在需要三分了 紧张了 是吧 因为刚才五六分钟的时候呢 还是要成功率的时候 啊 徐杰不看人传 嗯 周鹏很舒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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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出来 那这一攻打完可能又是四分钟一里 对 对 同一圈 看来要把时间压到最后了 还是比较 中距离 比较 就是头子还出不来 对 这准备发起进攻的时候呢 三分四十五秒以理 时间越来越紧张了 就在一 三秒了 嗯 发球线 哎 再起 但是篮下呢 高度也没了 要进步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对 并不是说 中距离啊 篮下啊 都像第一场这么 是吧 对 这个球 嗯 假的 哎我本来说任俊飞可以自己上 对 自己上的把握更好一点 破坏了 这次 前掌 时间呢又过了差不多一分钟 分差又再拉大 嗯 应该结局不会有大的改变 没错 嗯 无前都下来了 哎 进了一个球今天 嗯 王一博 这时候呢换上了张大宇 比较好在篮下 还是对抗上面 我是觉得跟这个级别打他还是比较嫩的 首先得习惯对抗 然后再从个人增强再说起 另外一个就是断了一个 就是他的手柔和程度 也不是传说中的这么说好对吧 他尤其是在对抗当中底下有人跟着他挤来挤去的时候 不稳需要练 这个时候头就比较松弛 这个好选择 比如说我知道于家豪在那站着 断了 15了 三打一 轮换球员越来越多了 刚才失误的是马利克 那这个暂停应该就要换上轮换球员 对把那些赵锐他们都换 对然后再强调 在剩下两分钟时间的节奏 两队呢 但是也不用着急 就是今天是21号 月底再打一场 月底再打一场 九天之后吧 现在广东队 一二 六个人 七个人 得分上双 这是罕见啊 对 任静飞是因为得分效率比较高 他有一些二次进攻 偷分啊 对 然后赵锐的 18分 对 其他一共有三个人10分 张浩佳跟王兴凯作为投手 今天三分球 11加12 立着大功 是吧 两人五个三分球 总的命中率呢 两个人投中了 无钱得五分 是 这场比赛是 等于说对CBA的MVP啊 进行高强度的遏制 达到了效果的 只有10%的命中率 今天朱续航的表现 毫无疑问 最抢眼 其实我是觉得 就是像这种情况啊 很正常 对 因为你太厉害了 你优秀 人家才会这样 不须一切代价的 对 那么 无钱需要去 以后改善的 就是他 通过这个 别人的包夹呀 严防死守啊 把队友给带动起来 他今天三次助攻 但是你别忘了 他还有好几次失误 这个总的失误数 前面我记得就有四次 总的失误数是六次 就是说你的助攻失误比 是0.5 这个是非常低的 一个优秀的球员 面对像广东这种防守 就在比赛计划当中 就应该有这一条 就是我知道对方会对我这么高 你看 是 合理的传导球 嗯 但是朱续航今天已经是不错了 对 进了八个三分钟 张浩的犯规 这种比赛是非常浩体能的 嗯 就跟上一次打北京也一样 嗯 所以大家的轮换呢 就已经不是说半截左右了 两三分钟 平凡的轮换 我将对现在轮换球员也是越来越多了 张乌朔和石正凯也被换下 不换上了 好球 嗯 这个够爽 嗯 篮下硬扛的这个进攻 我们希望啊 在未来比赛当中比较好多一些 嗯 今天篮下得分58比30 嗯 主要快攻 哎 快攻二次进攻 58分至少一 差不多一半了吧 对 嗯 就是快攻得了 三秒钟 再起 被干扰了 没传好 嗯 没能形成直接快攻的机会 就是他那个一个是位置啊 或者比如当时的这个 重心 嗯 他是发不上劲 是 张浩的犯规 一传啊 是个中锋的一个绝技 对 独门绝技 对 这个一传好的 对 嗯 他可以获得比平常更多的这种攻转手的 手转攻的机会 嗯 咱们当年 物铁柱开始 大哈厉害 张浩说来罚球 嗯 这个遗传呢 在游戏当中 对 就是模拟的 NV的游戏里面 这是一个技能 是吧 嗯 就是你好内线得花 怎么说呢 无数场次的就是防守 这个分值 你来修炼这个 嗯 嗯 在轮换 但这个时候的轮换呢 就 以稳为主的意味更强了 宇明轩换下 换上的是徐杰 哎 也给到 我们一开始谈到的 一家联 当然阿联呢 他保险 起见 还有上一次他打完了以后 大腿有点不太舒服 嗯 保险起见 呃 轮休 嗯 包括 他的队友都习惯了一个 对 包括我和 一年都是没他了 和那场比赛和彪哥之前聊的时候也说 彪哥也和一家联聊过 就他 除了跟腱之外 因为跟腱恢复的时间更长嘛 对 他把膝盖和 呃 就是整个脚上就是有伤病的全给制 顺带的 全手术了 对 因为 就可能那两个步也好了 跟腱还没好的 对 所以一家联在接下来的 比赛当中呢 就除了身体上的恢复 还有心理上的恢复 嗯 看看这次进攻吧 24秒 那这样一来22.1秒 那球权还有争议吗 这第一场比赛也能够看到一家联好像还有点 不太敢发力 那是正常的 对 就是明显感觉到他是收着打的 就虽然外界很准 过犹不急嘛 嗯 我们老说这个 呃 你你你越是激动 越想打 越是要控制 对 呃 因为毕竟是刚刚回来 嗯 还是前掌周全 虞杰到时间 必须出手了 嘿 他也上十分 是吧 因为外线打中啊 徐杰11分 凭借着外线打中之后 这样就八个人上两位数了 嗯 今天得分的是比较平均的 江玉兰 全场比赛结束 110比94 广东队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 对阵浙江 筹筑筑筑的比赛 取得了胜利 也是恭喜广东 但是对于浙江队吧 我们也是 期待着他们在接下来比赛 嗯 除了胜率越来越高之外呢 就是和瑜伽豪的使用 会多一些 嗯 好的化学反应 我们也是等待看一下招 呃 广东队吧 嗯 全场的统计啊 今天太平均了 嗯 得分最高人 俊飞20分 对 接下来赛瑞18分 赛瑞有9个篮板 6个助攻 4个强段 是 还有 关键是限制那个 一个盖帽 限制 无前是他们三个人的共同攻防 嗯 就是每一个人都承担一段 就是贴身防守 嗯 这一节的比分呢 21比18 浙江队在第四节的得分的 也是 走低状态 先来看一下全场得分对比 来 给到了数据了啊 两分球得分的60比36 三分球得分的33比30 篮板直评呃助攻呢29比24 抢断13比4 三分球命率39对32% 罚球命率71对85% 也来共同看一下 呃我们共同评选出的本场 18分的得分 最主要确实啊 赵瑞的数据是更加权断 就是刚才苏教授也说了 有篮板 有抢断 有主攻 有防守 9个篮板球当中我记得有一半 是5个 是前场 他还有防守 对 你去限制无前 因为这个 今天成功的基础是限制无前 嗯 然后 切断你和 于家豪之间的联系 实际上于家豪最后拿了11 还是 多少分 还是13 14分 就最后还打进了一个 14分 14个篮板球 对 那么 应该说从总体来讲啊 这是成功的 嗯 因为 之前没有模板 来显示 这三个后卫跟 于家豪之间的配合 嗯 这是第一次 今天有这么多次外传内 对 所以广东队是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 去限制这个 这种配合 应该说非常非常成功 是 那么 尤其是在 就是承受 朱续航八个三分的 这种炮火红析 嗯 他把比分给拉开 所以整个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广东队把自己想打的东西 全都打出来了 包括角色球员 包括就是很年轻的像 王兴凯跟 张浩佳 张浩佳 都打出来 每个人完成了自己要做的事情 而浙江队 今天应该打的东西呢 给我们看到了一些以前不同的 他们给瑜伽好的卫球 应该说主动性很强 但是呢 你自己想打的另外一个东西 就我的老本 是什么 就是吴钱的三分 今天彻底被限制住 吴钱其实以前也有失准的时候 但是像今天这样窒息式的防守 也很少能够看到 而且对于今天的浙江队 也的确我们要谈的一个 绕不开的话题 就是陆文博提早的受伤 可能也带来了人员轮换的一个困扰 就林孝天 少了一个 对浙江没有更多的选择了 对 加上王一博的犯规 都是转折点 就是这两个检员 确实就是刚才像苏老师说的 就是王一博在后面犯规数 连着两个之后 对 马上 换下去了 对 当时就出现了一些场上 我记得陈帅棚上来就是一个失误 所以他实际上这个队 你说打一号位的人还是缺的 纯正一号位的人是缺的 就是完全全的这种主控球员 对 但是你在广东 好歹还有赵瑞跟徐杰这样 胡明学是可一到三的位置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浙江队看到希望 就是他们中锋在迅速的成长 但是也看到了他很多 就是应变方面的一些不足的 因为这个队是个风格极为突出的队 但是变化能力是不如广东队的 这种变化能力的 的确感觉和广东队相比较而言 会有那么一点点滞后的情况 而且在场上经常能够看到 就是其实第三节有机会 第四节甚至一段时间也有机会 但是比一些小的细节 比如说比反击效率 对 这个效率 打快攻 最近的一次是不是就11到9分之间的一下 快攻要该进不进的球 对 其实挺伤人的 嗯 就是马上要到这个个位数零件的时候 这个浙江队对于他们这点而言 可能还会让大家看的会稍微有一点点 有点可惜 嗯 那么前面的应该说 咱们稍微总结一下浙江队吧 应该 我看了一下后面的赛程 好像这几轮当中 应该是咱们 最后一次来说浙江队了 就是接下来会 后有别的球队多一些 对就是苏老师咱简单点评一下吧 就是三场比赛当中觉得 内外线之间的这个融合 和于家豪之间 苏老师觉得于家豪和浙江队的进步 会越 就是于家豪的这个进步速度啊 适应比较的这个速度 还可以 非常快 对 他不切场 但是他有缺点 就是 他的缺点就是在移动上面的相对的 跑跳的能力上面 跟我们讲跟高士奥比有一点差距 但是呢 他有他的技术特点 他的优势就是他对篮筐的这个嗅觉 采用勾手啊 这个上篮啊 然后抓到篮板以后 一传的意识啊 基本功都非常好 是 但是因为你的体重太大了 导致很多人在给你这一挤了以后 你没有那种爆发力去 把这个身上绑的那些东西给震开 这个需要他去适应 我是觉得他的上升空间非常非常大 因为年轻 因为队友的同样也年轻 而且一整场比赛当中 我们其实要看的不光是瑜伽豪对于队友的 适应 侧面呢 也是队友对于瑜伽豪的互相 对没错 没错 大家互相了解 对 就是彼此可能都会有点牺牲 对 但是会成就更大的进攻流场 你看这个 我记得第一场比赛完了以后 吴钱就对他有过比较重肯的评价 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中锋 但是因为很年轻 还是需要很长的路要走的 是 所以我觉得大家能够客观的对待 瑜伽豪这样一个优秀的这个中锋苗子吧 现在中锋是稀缺产品 这并不是说 说我想培养也能培养出来 他各方面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有的 没错 所以今天能够看出来 浙江队在把它融入团队的过程当中 还处于咱们一到十 一到十来取个数字的话差不多到 四到五 或者四 我觉得这样比较合适 以瑜伽豪将来的上升空间来讲 很大 他完全可以上升到十 对吧 就是还有六个点的上升时间 这个如果能够上升到这样的话 那浙江队真的是 这才三场球 打完三十多场球 你再给他下一个结论 然后明年跟今年比又会不远 因为打完了一个赛季 他会去要要去学习 要去这个就是练 练完了以后 换几个月以后 一下子变成另外一个人 可能性是很大的 没错 而且对于浙江队这支球队而言的 虽然这场输了 但是他们 至少不用担心季后赛的问题 季后赛还要经历更严峻的考验 所以对于瑜伽豪而言 就是他在这个赛季当中会品尝失败 品尝成功 品尝适应当中的一些过程 关键是热跑 现在这个全网热跑 是 要保持清醒 对 而且季后赛的强度也会在 一年级当中就会适应 这对于一个年级球员来说 是一个比较难得的财富 最后再结合着全场精华的画面 来看看大家对峙过程当中的情景 应该说也就是在差不多这个时间 第三节气氛的中 比分逐渐拉开差距 因为第三节回来一开始 是只有三分球的差距 那一段时间的广东队正好功能性球员外 前也更准一些 加上浙江队人员的轮换在第三节 少也使得打法更单一 就是吴前进的唯一 唯一一个运动战 那在第三节整个打完之后 应该说 其实浙江队还保留着希望 但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两位功能性的球员 王庆凯 还有郑浩佳 比较准 也让分叉的保持在稳定的范围之内 这也是第四节 几个反击没进 玩的 广东的反击效率是非常高的 一个反击打不进一个高效率 也直接又形成了比分差距的拉开 也随着最后一球 提琴给完之后 就是最终的分叉也形成了 而两队的对决 也并不会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 而在这个赛季告一段落 真的仅仅是一个开始 我们也结合着两队在接下来的赛程 共同来看一下 接下来两支球队 会在未来的赛程当中面对的球队 那么打完了这场比赛浙江之后 将会在24号广东队 被打上海 并上来了 随后26号对四川 以及打深圳 包括30号浙江 广东两支球队将会再度碰上 我们再来看看浙江队 在接下来会面对的赛程 10月份的 打完广东 接下来同样也会面对青岛 以及天津和福建 最后30号两队再度聚首 所以说前面对于两支球队而言 还会有调整 尤其浙江队而言 配合的机会也会更多 那么在30号的时候 两支球队的共同较量 我们还是抱以更多的期待 总结的话语更多 比赛还在继续 而且这一轮的比赛 我们也期望能够会有更多 大家值得热议 更多聊的话题 也希望这一轮同样 会有大家值得回忆的更多的元素 今天也和苏老师非常荣幸 见证了精彩的比赛 感谢各位的共同关注 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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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